對 稍微回憶一下 因為我最近也才射入六親 其實像他想 我是做個舉例說 太陽能板的問題 其實也很感謝這位先生 跟我們先問進這邊來提一下 這個應該要深入探討 為什麼 像六親 他每次都說他的設備 他的東西出來是沒有汙染 或怎麼樣 可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在IC面板或各方面 他的脫瘤的問題 就是說他要很多的水 去沖刷之後排出來那個水 他們廢水的處理是很重要的 那可能是關業局 或者是監督的單位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責任 事業的社會責任很重要的 如果他沒有那個責任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上次看參加一個環評會 大愛童好的 我很驚訝的是 中科學者他做了研究 說大愛童有皮膚病 可是他說這個還要蓋 還要再考驗一下 可是事實上 像六親他排出來的廢水 他有脫瘤的問題的時候 已經4點多了 到了 已經不行了 但是他的脫瘤的 DH值應該要8以上 可是他還是沒有做 2007年到現在 他還是認為說他還是用在7.6 還是不行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很多的工業的發展 這個愛心面板 或是太陽能板 或是這方面 我相信這個東西是外來的 不是上天給我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要非常的謹慎 甚至要要求工業局 或者是政府官員 要做很劣實的監督 要不然你就像六親的 還有梅渣的問題 大家提到靈異室 可是大家提到靈異室 無錢而已 可是他有個重點 那種問題是美渣的問題 DH是美渣 他們要去哪裡了 有人知道嗎 台中央路大便廠的美渣 跑去哪裡了 有人知道嗎 DH就做小火快了 DH就做再高速公路了 你會嚇死人 以後是我們人類要去負擔的 是我們的子孫要去負擔的 我想這個東西科技的發展 發展沒有錯 可是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 我們更要求他 甚至要人民來前面的監督才是對的 那到底我們哪裡來健康 我跟你講健康還是最後講一句 還是健康無價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任何的開發 或任何的新產品 不是讓我們很存疑 不是那是好 可是他要怎麼樣讓他降到最低 那是最重要的 好 謝謝 我想他的意見實際上我們是完全認同 那麼我參理的不少的完全這種分析 我發覺在這種會中不可能打開 因為你把它設定在一些條件怎麼樣 在這個一個框框裡面既定的形式裡面轉 所以沒有把整個問題的全盤出現 那麼我想這個就是我們要一個總量管制的概念 好好去總量管制 那麼在台灣我認為我們已經跨越了 這種該總量管制的這個門檻 那麼要回頭走 我想這樣我們才對我們的後台主持人 才能夠真正有所幫助 那麼我想這個問題真的要談的話 大概會不會很多時間 因為我其實已經單擾了不少時間了 我想我就在這個時間把這個議題結束 那麼如果各位還有興趣的話我想我們可以試一下 大家再討論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來賓 我們中午的時間有一場記者會 但是那個剛剛記者都在 因為我們是11點50分有記者會 所以記者剛剛已經在外場已經採訪了 等一下我們耽誤到大家的用餐時間 但是記者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還有一個記者會的照片 能夠傳給他們 所以在耽誤的過程裡面 如果您有興趣在用餐的時間 來聽聽這一場記者會在談什麼 那也歡迎您在場內 那也歡迎說等一下用餐的時候能夠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的記者會主要的主題就是 希望能夠將這些空污的這些動態的資訊 能夠以照氣象的即時播放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是有關我們台中 台中的空氣污染 大家都會以為是在白天的時候上下班會比較差 但是呢 在我們台灣聖誕學會這四天的監測裡面 發現都是度夜之後 尤其是在晚上80到40天是最飆高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談談 到底它的原因是什麼樣 那我们接下来就交给了